三級警戒之下花蓮不少獨立書店選擇自主修業將近兩個月 儘管13號開始是微解封 不過因為整個空間不太大而且還是密閉環境 店家就選擇謹慎開業例行基本的防疫措施 有書店推出了預約包場制 除了可以控制人數降低染疫風險 還可以讓書有獨享整個書海 儘管獨立書店並非三級警戒管制不能營業的場所 但多數還是選擇修業 而13日起全台微解封 花蓮不少獨立書店也以為開店的方式重新開張 今年2月喬遷迷里路的還好書屋 就推出這間書店我包了預約制 以每組制多4人限兩小時的預約包場方式為開店 家長的情緒很明顯 大家也會想要帶孩子出來 但是又擔心說人多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包場預約的方式 只是說因為我自己就是老闆一個人 那就是至多我們就想說控制在5人之內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包場預約就是4人以下都可以包場 那只要是不管你是一個人或是4個人 一個家庭一個人來都可以 基本上那些時段就是晚上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晚上8點到10點 然後還有假日6日的下午2點到6點之間 就是可以開放預約 那這些時段就是比較穩定的 那其他時間如果說 大家真的時間配不起來的時候我們再另外一約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今年有規劃一系列跟性別相關的活動 只是說就是上半年就是有幾個月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繼續舉行 那如果說之後一旦解封了 那我們就會陸續的執行 那一樣會辦一些親子的說故事縮演的活動啊 或者是手作工作方 然後還有一些主題的講座都是跟性別有關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書店接下來也會推 就是野望的影展這樣子 那之後就是如果有相關的訊息會發布在我們的粉專上面 那也有一些不定期跟出版社舉辦的一些小型的書展 那都歡迎大家到書店來看看 或者是其實我們也有在疫情的期間 也有嘗試跟部落大學合作辦了兩場就是海洋教育的一個線上的講座 另外像鄰近花蓮車站的甲重與老鷹書具 也推出預約制只為你開的小書店 一日最多開放三人使用 在疫情的期間就是休養了兩個多月 然後之後會有一個活動叫做只為你開的小書店 以後就是在每個禮拜四到禮拜日的 下午三點到晚上七點的時候 然後要提前一天預約 然後每天最多就是開放三個人 到時候就可以 如果有想來逛書店的就歡迎來參觀 等確定完全解封之後也會有一些實體的活動 那到時候會在粉絲專頁跟大家宣布 降低染疫風險 減少人群聚集 歡迎大小朋友預約獨享一個人的寧靜書海 更多詳情及後續書店活動 可搜尋臉書還好書屋 甲蟲魚老鷹書劇粉絲頁 接著長邦彥華人士報導 也要在賢童 並且貴賢章 期間大土砲 並且不見到